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你非常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你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最后 还是回到了原点 去年过年我开始玩这个东西叫做穿越机 那我已经玩了差不多一年多 那我也花了快要十万块在这个上面 反正你每一次飞行 你就会有机会掉下来 那外行人看可能就哇塞 你飞那么激烈当然会坠机 那但是内行人看就其实 这就是个日常 反正这个月初的时候我去飞 然后真的是撞到一个稀巴烂 整个框架机架马达整个炸开来 然后我就在等零件过来 它短路了 所以我们就是整个月都几乎没有在飞 但是到了这个月底 我终于把它修好 虽然是还蛮有成就感 因为我是整个主机板被撞烂 完美整个脑袋换过了穿越机 那还有另外一台还没有来 就是配件还没有来 然后我还多订了两台 另外两台穿越机 反正我就是 all in管它的 我就是想要好好把它搞定 让它变得一个 比较大的成就这样子 这个月还有在想一件事情叫做信任 那为什么这么这么多人 他为什么会相信我来去执行他的案子 他的商品 去拍摄他的公司 他的婚礼 他的活动之类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如何取得这个信任 这应该算是蛮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还在研究说 到底要如何人与人沟通 然后取得一个相信 互相相信的状态 这个应该是还蛮困难 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人生课题 所以就还要慢慢研究一下 所以这个月有拍摄一支剧情片 就是因为导演信任我 所以他找我来拍摄说 就要不要来拍摄剧情片 然后我当然就OK啊 剧情片嘛 就是机会还蛮难得 因为我们这样子小小的剧情片 很好玩的是就是 各个学校 各个真的是各个学校 就台义北义 然后什么政大 然后我是四星 反正就各种学校这样混合起来 一个小小的剧组 各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却可以把一整支片 就这样顺顺的伸出来 GoPro 上面就是GoPro吗 Yep 起来 我们再先坐 好 那这整个剧组很棒的 就是他们帮我找了两个欢乐的社主 一起来帮我 就一起用摄影组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也帮我跟交啊 然后打板之类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激 那就是反正我们就是 也完全 原本也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我们就是来我们家 然后来瞧一下器材 然后就是稍微培养一下默契 然后来研究一下到底 东西要怎么组装之类的 器材要怎么搞之类的 反正就合作完美啊 那这个月我把那支剧情片剪完 那我也另外调另外一支剧情片的调光的部分 那那个剧情片剪完就是它只是 目前只是一个 百分之 七十八十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之后 想要去投什么展啊 或者是投什么比赛之类的那 我们就是要再继续加油 去把它用得更好 好 谢谢 对 还有一支张旧 对了 这个二月台北发生最大的事情 就是那个台北灯会 台北灯会的部分 就是听说花了很多很多亿的经费 去执行这个灯会的活动 反正就台北人嘛 所以我也就是常常去信义区逛逛 我们生活圈就差不多都在信义区 反正就是东走走西走走 看看台北灯会这样子 对啊 怎么大家一直走 看不懂红绿灯啊 那我们就是拍片人嘛 那我们灯光其实已经接触非常非常多 像是有大的面板 萤幕墙啊 或者是什么灯棒 Pixel Pixel Tube之类的这种 可能平常人比较少看到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 反正我们就去看看 游戏东西是还真的蛮酷的 因为就是规模还蛮大 还蛮特别的 那其他的可能就 好像我们平常都看过的东西 那这个月228年假又去拍了两次的夜店 那这就是我人生第二跟第三次的夜店 那我觉得去夜店就是一个很轰炸的状态 就平常我其实12点或1点就睡觉 但是拍夜店你12点或1点你才开始工作 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里面的声音也非常轰炸 那大家也非常疯狂 你就会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画面 像是厕所有人在疯狂吐啊 或者是有人在那里 呃被那个安管在那里 呃被驱逐啊还是干嘛的 反正就有一些很酷炫的事情发生 那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带那个音乐耳塞啦 就是我第一天没有带音乐耳塞回去的时候 我耳朵整个已经 呃 已经还在那里轰轰轰 就不太舒服啦 因为你在那个环间这么多个小时 你没有带那个耳塞的话 真的是会耳朵炸掉 我耳朵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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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耳朵炸掉